在這一整片森林裡面 居然有像童話故事一樣的小屋子 看了都覺得公主夢都起來了 不過今天 這一大片的美景都是我的 因為我要低神渡血壓 落大的山頭上 這把所有想像中的夢幻 有點不實際的浪漫 全部都真真實實地展現在眼前 小蘑菇的屋頂下有沒有小精靈 樹屋裡是不是住著巨人 推開那扇門 童話故事裡的主角 會和我打招呼嗎 嗨 你好 你好 我以為都在這裡面上 在這裡面上就在樹屋 對啊 這邊好多樹屋喔 那這邊的話 這一間你可以看到是我們的樓中樓 那你會不要參觀一下 好啊 那我們這邊請 好 好漂亮喔 跟他一講喔 對啊 在這裡面上就在樓中樓 你終於看他了 今天要在這邊雪壓 我覺得好幸福喔 第三日空 就好像第一次那都雪壓 那邊很遇上 兩個人在 融化 對 你看看 你看看 聽起來 好像做夢一樣耶 天啊 要在這邊雪壓 小朋友就像公主一樣 真的 我要轉圈圈了 天啊 其實浪漫並不一定需要童話 那是一種心裡的自在和甜蜜 也許一杯咖啡 茵茵的香氣 化解了緊張 柔軟了武裝 只帶男裝的美景填滿行囊 日本怎麼在睡到 幾乎男裝的風景 真的耶 我覺得在這邊呢 雪壓一定晚上的時候 非常的幸福 而且非常的鮮硬 因為這整幅的風景 都像是活的畫一樣 風吹過來 你可以聽到風的聲音 樹葉搖晃的聲音 我剛才有聽到鳥的聲音 沒錯 這山上河沙 遠離了水泥叢林裡的繁文入竭 小精靈彷彿對這片林子施了魔法 蘑菇屋裡 我的童話故事還在訴說著 是不是也想要聽聽屬於你的童話呢 我變成了無憂無慮的孩子 找尋失落的彼得潘 天啊 這裡 咳 天啊 來 Not 天啊 永 但 我們 感谢观看